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洪海需给这一笔208万元的酬劳 理论上公司都白纸黑纸写好了 这笔本是当你离职的时候 可能就不存在了 在外资圈打滚超过十年的陈振华直言 通常外资都以奖金制度为主 没有在职绝对领不到 其实离职领不领得到酬劳 关键就在你的工作合约 你每一年都是领14个月 那个就叫做经常性给予 你就不会把这个东西当作个绩效奖金 那这种经常性的给予 就会变成薪资的一部分 那离职的时候 你就是应当会按比例拿到的 了解合约内容 就能让你获得应有的权益 去年在PTT上 也有一名科系业郭信员工 表示他在年前离职 公司不愿意给付年终奖金 提告求偿后 表明合约上保障年薪14个月 因此年终奖金属于固定工资 新北地院审理也认定保障两个字 判公司应赔偿11万元 领到他该领的东西 就应该是他的权利 年终是属于奖金或红利 又或者是薪资的一部分的权 都是员工离职时间点的重要关键 多了解合约绝对多 一份保障 三地区许许志荣 那么三台北一层报道